據印度媒體報導 印度陸軍總司令納拉瓦內在出席活動時 詳細談及中國問題 並表示 我們的邊境問題尚未解決 已再次做好了充分準備 應對任何可能發生的不幸事件 納拉瓦內認為 印中邊境衝突將會繼續發生 直到雙方達成一個長期的解決方案 及邊界協議 才能使邊境地區實現持久和平 去年6月 印度和中共軍隊 也在加勒萬河谷爆發流血衝突 20名印度軍人在衝突中喪生 中方則承認有5人死亡 但外界普遍認為 中方的死亡人數遠遠超出這一數字 目前 印中雙方在實際控制線兩側 各有5萬至6萬士兵對峙